Hello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日盘前素揽 当前美国公债殖利率触及多年以来的新高位置 十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跃升至2007年达到的水平 但美国银行认为还有4.75%的空间 同时,30年公债殖利率飙升13个基点至4.65% 联准辉表示,除了最富有的20%人口以外 其余人现在手头上的现金比疫情爆发时还要少 对于收入最低的80%家庭来说 扣除通膨因素后,6月份的银行存款和其他流动资产低于2020年3月 显示消费资源正在减少 投资人可以多加留意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股四大指数跟台股ADR的表现 焦点个股的部分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最高跟最少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重要新闻 以及全球重要经济数据 温馨提醒,明天是9月第四周结算 嘉诚昨日上涨,但今日出现吞噬 将昨日长红棒吃掉 并且没有留下影线,收盘为最低 留意筹码,虽然投信连续买进 但指数并无创高 贵买开在月线之下,直接收盘收最低 而月线扣底值将持续上升 均线粥结要留意后续方向出现 puts call ratio为86.9 选择全位平仓16250put增加3534口为最大位平仓 而16350扣增加11126口变成最大位平仓 昨日最大变动为16400-16600 今日最大变动为16250-16350 台积电今日破底,但嘉诚没有破底 明显有其他全职骨支撑 而投信靠近9月底要多注意结账后的麦牙释放哦 那我们明天见,拜拜